他是迈阿密的第二位乔丹 他甚至敢和NBA战力天花板约翰逊动手 他叫凯莱布马丁 当莱利用三年两千万签下他时 热火球迷一度认为是莱利老眼昏花 但是仅仅在一年过后 球迷就意识到莱利才是真正的神算子 2019年凯莱布马丁和自己的双胞胎哥哥科迪马丁一起参加NBA选秀 他的哥哥在次轮36顺位被黄蜂选中 而他本人却遗憾落选 落选后黄蜂为他提供了一份双向合同 在夏洛特 凯莱布马丁是真正的边缘人 他的身体天赋不如他的哥哥 在和哥哥的竞争中凯莱布遗憾出局 为了留在NBA 马丁四处寻找机会 他没有得到任何邀约电话 他只能参加一些私人训练赛保持状态 幸运的是 马丁被斯波教练会眼石珠 用一份双向合同带到了热火 斯波教练说热火需要的是3D球员 他用两周时间告诉马丁如何适应非传统防守体系 马丁学会了巴特勒的防守技巧 他还会重点加强自己薄弱的投篮环节 在热火体系的打磨下 马丁只用一个赛季就把三分明重率提升到了41% 26岁他还是一个球队临时工 27岁他就已经拿到千万年金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落选秀 他的故事告诉世人 季后赛是强者绽放的舞台 而所谓的强者从来不堪出身 他们只需要拥有坚定的意志 并且在关键时刻把这股力量转化为球场表现就足矣 落选并不代表失败 努力同样可以改变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